从用舌头去舔冰柱子 到把杯垫当成饼干 再到把锤子塞进嘴里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 会无聊到去做一些愚蠢的事 结果不止活该 还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 你好 我家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愚蠢人类的自作自受 你做过什么蠢事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如大家所见 前面的这个女人从回到车旁开始 就已经完全沉浸在 她的童话世界里无法自拔了 然后她就行云流水的上车了 但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呢 你还记得这里是加油站吗 嗯 她不记得了 于是她直接开车离开 任由加油枪继续连在她汽车的油箱里 结果加油枪直接被拉断 里面的油都流出来了 天哪 这是在干什么 在听到声音后 这个女人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第一时间望向加油站 但什么也没看到 然后转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油箱没关 加油枪还留在上面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只能等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处理了 不过她绝对不是唯一一个 做出这种事的蠢蛋 请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很显然 这辆车的主人 比刚才那个女人更加离谱 比起不小心扯烂她 她看起来更像是要靠着硬扯 来抢劫加油站 对此又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真是辛苦你了 加油站 现在我们依然在加油站 但这次不是在室外 而是在室内 在2020年的某一天 一名在加油站便利店工作的员工 遇到了一位蠢蛋 虽然这位蠢蛋应要求戴上了口罩 但是不懂就问了 这口罩真的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吗 这位员工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直接开口问她 口罩是哪里买的 她回答说 戴着口罩呼吸实在太困难了 这样剪开会更疏忽 听到这个回答 又都忍不住想笑了 不过这位员工大概受过专业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她都不会笑的 于是她回了一句 我也会这么做的 谢谢你的建议 在2014年 有个人在英国雪菲尔的街道 发现了一群笨蛋 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家人 当时他们正在努力地 把一张大张的沙发 塞进他们的车后备箱里 不过不管哎呦怎么看 这辆车都不像是能塞得下 这张沙发的样子 这不是一看就懂的事情吗 为什么这三个人就是不懂呢 反正他们在这里尝试了 将近一分钟到最后 他们大概是决定放弃了吧 有时间在这里尝试 不如直接打电话叫个货车来吧 哎呦看了 都替他们感到着急啊 在2018年 有个人拍摄到了一个这样的影片 影片中 我们能看到有一辆货车 在斜前方行驶 那么这个影片有什么问题吗 这看起来挺正常的不是吗 是个P 这看起来一点都不正常好不好 如果大家有仔细看 那你就会发现 前面那辆车的前轮胎不见了 不懂就问啊 真的有人连自己的车 少了个轮胎都不知道的吗 你们真的别太离谱 现在我们换个场景 来到了灾难餐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由愚蠢的厨师们 制作出的黑暗料理 首先 还要介绍的是 作为开胃菜的炒饭 不过啊 这盘炒饭只能看 不能吃 为什么IU这么说呢 因为这道菜到最后 都没能成功出炉 实际上 制作出这道菜的厨师 好像不太会用电饭锅 所以当时啊 他直接把整个电饭锅 放在炉子上煮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电饭锅的底部都被融化了 不懂就问啊 这位天才厨师脑袋里 装的都是什么啊 他真的别太离谱 如果一盘充满塑料香的炒饭 还不能满足你 那么你可以吃吃看 这个看起来像饼干的杯垫 啊 你问IU是不是说反了 不不不 这些确实都是杯垫 很显然啊 某位住在Airbnb的蠢蛋 把这些杯垫当成了饼干 并且啊 他还蠢到在上面咬了一口 不知道这位蠢蛋到最后 有没有发现自己咬的是杯垫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可能会因为饼干很难吃 而到评分应用程式上 给这个Airbnb一个差评啊 看过了开胃菜和小零食 我们该看看主菜了 今天我们的主菜是一道 意大利的经典菜油 没错 它就是披萨 如大家所见 制作这道披萨的厨师 脑子里大概有泡 因为他把起司放在了底盘上 并且把披萨连通底盘 一起放进烤箱里烤了 结果呢 结果就是 融化的起司和融化的塑料底盘 融为了一体 在烤箱里形成了塑料起司瀑布 不懂就问啊 这些厨师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塑料呢 在吃完了塑料餐后 我们该喝点水了 这家餐厅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啤酒 让客人们能在吃饱之后 大喝一顿 大家可以放心 这里的啤酒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这句话 一些顾客就开始充满兴趣地开喝 就像影片中的这位女士一样 如大家所见 这位女士是位勇士啊 她直接拿起酒瓶就开队 然后她还兴致勃勃地 在喝的过程中狂转她的酒瓶 各位 虽然啤酒不是汽水 但她还是有气的 于是最后 她嘴里的啤酒全都喷出来 冰冻得到处都是 嗯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来到这家愚蠢的餐厅啊 大家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不不不 在愚蠢的人喝着饮料的同时 愚蠢厨师又制作出了一个黑暗甜点 当时愚蠢厨师熟练的运用者 最先进的烹饪用具 运斗 来融化一整袋棉花糖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结果棉花糖黏在了运斗上 融化的糖和塑料也融合在了一起 怎么样 这道塑料棉花运斗糖 是不是看起来很特别呢 这可是灾难餐厅的招牌甜点呢 人类伟大的发现 往往源自于那些敢于思考 敢于实验 且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的人 不过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天赋啊 那么最好还是远离 实验室里的白大瓜和试管 避免自讨苦吃了 为什么爱又这么说呢 看了接下来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在2016年 一位天才的脑子里 突然出现了个突破性的想法 他假设 如果他用调味水 而不是普通水 来填充他的运斗 那么 他运烫的衣服 就会像调味水一样 散发出新鲜的果香了 这听起来 好像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可当他开始实验时 他发现调味水中的糖分 会在运斗的热量作用下 燃烧并变成焦糖 结果 他的运斗和衣服 都被焦糖给毁了 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在他的Facebook账号上 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此外 他甚至还呼吁人们 应该在运斗上 加上警告标签 以提醒人们 不要用调味水 来填充运斗 正常人真的会把调味水 加进运斗里吗 现在 IU总算能理解 为什么那些警告标签上 有这么多白痴警告了 另一个在科学领域里 闹笑话的蠢蛋 是Sev Dameron 他非常后期 舌头是不是真的会 粘在冰冷的柱子上 于是 他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因为IU为什么 他要亲自去 嗯 IU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他蠢吧 但不管怎样 Sev还是去填了冰柱子 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Sev的实验结果吧 当他把舌头 靠近冰柱子时 他感受到 自己的舌头粘住了 他说 这就是会粘着 然后 他就开始因为 自己拔不下来舌头 而狂笑了 怎么样 这个实验结果 很惊人 是吧 IU都没想到 这个说法 竟然是真的耶 好了 这个实验到这里就结束了 剩下的 就请他自己保重吧 如果大家遇到 不会使用的科技产品 那你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去谷歌 搜索他的使用方法呢 但 蠢蛋之所以被称为蠢的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些蠢蛋在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做出怎样的蠢事吧 在2015年 Trevor Thomas在Reddit 分享了他兄弟 一直在抱怨 车载音响没有反应的事 不仅如此 这个音响还刮花了 他手机的屏幕 啊 车载音响 为什么会刮花手机呢 就这么听下来 大家依然一脸懵 对吧 事实上 他兄弟所谓的车载音响 其实是个卡带播放器 没错 就是把卡带放进去 他就会播歌的那种 那么这位蠢蛋 做了什么呢 他把自己的iPhone手机 塞进了卡带播放器里 并希望他能播放 他手机上的音乐 大哥你没事吧 哎呦都开始怀疑啊 他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一位蠢蛋拆包装的方式 很显然 这位蠢蛋在剪开包装的时候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样做 有可能会剪断数据线 现在好了 他们又要再去买多一条 新的数据线了 不过哎呦能理解他 因为这种包装 真的很难拆啊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可以变得更美 更好看 不过 对于一些蠢蛋来说 他们的变美 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2021年 一位名叫Abigail的TikTok用户 想要通过阳光浴 来得到健康的肤色 但唯一的问题是 他完全忘了 要用防晒乳来保护自己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猜到 他的结局了 没错 Abigail的肤色 变成了炙热的红色 此外 他的身上还留有 比基尼的印 脸上甚至只有一半 是红色的 不懂就问 这就是他要的健康肤色吗 怎么还有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呢 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 服装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然而 一个人的服装选择 有时可以反映出 他们的智商 例如 这件T恤上 印着的是亚洲 对吧 等等 这真的是亚洲吗 看到这里 地理天才们 应该都发现了 问题的所在吧 没错 一位天才的T恤设计师 居然把非洲 误认成了亚洲 而且 他还在上面写了 亚洲两个大字 这也太尴尬了吧 不过 最尴尬的 还是穿着这件衣 到处走的人 天哪 IU这替人尴尬的毛病 又犯了 时尚的人 都喜欢戴太阳眼镜 不过 也不是什么时间和地点 都适合戴太阳眼镜的 比如 在2018年 金卡戴神 戴着太阳眼镜 参加了一场 慈善扑克锦标赛 虽然IU不确定 他是为了时尚 还是想要隐藏自己的表情 才戴着太阳眼镜 但他的这个行为 却被人们当成了笑柄 为什么呢 很显然 在他玩牌的时候 他的太阳眼镜 将他手上的牌 都反射出来了 而这就意味着 做他对面的人 可以通过他的太阳眼镜 看到他的牌 这也太搞笑了吧 不过 有钱人 大概不介意 输掉这点钱 所以他爱怎样 就怎样吧 除了佩戴配饰之外 我们还喜欢通过 穿动 来提升自己的美貌 比如 耳动 鼻动 齐动 脑洞 等等 不过 如果你在戴牙套的话 那你可能 就不能考虑戴蛇环了 为什么IU这么说呢 接下来 就让Mia Carter 来说明吧 如大家所讲 他是为 既戴着牙套又戴蛇环的人 就这么看来 他好像很时尚的样子 对吧 然而 他时尚不了太久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了 他的蛇环 竟然和牙套缠绕在一起 并且无法分离开来 于是 他不能清楚地说话 舌头也不能有太大的运动 毕竟一个不小心 他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的舌头 天哪 那应该很痛吧 对此 IU只能祝他好运了 希望他能好好地分离 他的牙套和蛇环吧 和穿动一样 纹身也是其中一种 提升美貌的方式 但就像礼法一样 纹身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大 于是 选择一个优秀的纹身师 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那么 我们要怎么知道 一个纹身师优不优秀呢 当然是在纹身前 查看他们的作品集啦 不过 IU建议大家 在查看作品集的同时 也顺便检查一下 他们的智商 比如这位可怜的家伙 他拿出手机 向纹身师展示了 他要闻的龙 虽然这听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他却忘了强调 自己要闻的 只是手机上的这条龙 而不是整个手机 于是 他就得到了个 这样的纹身 IU还是那句话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IU希望它是假的 如果这件事是假的 那IU希望它是真的 毕竟 IU不信这世上 真的有这么蠢的纹身师 看完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蠢蛋纹身师后 我们来看看 蠢蛋顾客 不知道为什么 人们总是觉得 外语 看起来比自己的母语更帅 于是在纹身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 闻一些外语字符 但是 他们却忘了去查一下 这些外语字符 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这位大哥 他身上闻着的是 火鸡三明之 不懂就问 他真的有喜欢 火鸡三明之 喜欢到想要 把他闻在身上的地步吗 不知道他在看到 翻译器的翻译之后 会有怎样的感想呢 如果是IU的话 IU会马上去 把纹身洗掉 在看了一些照片 和影片之后 IU真的很想问 这些人到底是 怎么找到工作的 比如这位 在楼梯上画身心 障碍标志的工作人员 你出来 IU保证不打你 才怪 这也太离谱了吧 难道他不知道 楼梯是残葬人士的天敌吗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两位 把广告布条 挂反了的笨蛋 虽然IU觉得 倒着的毛怪很可爱 但这也不是 你们两个笨蛋 把广告挂反的理由 你们难道没发现 字母是反的吗 真无语啊 不过 有人认为 这是行销策略的一部分 比如这个小小兵的 广告布条 虽然上面写着 SUOIW 但这三个小小兵 却是正者的 而且他手上的 minions也是对的 但工作人员 怎么挂这个布条 人们都会发现 有东西倒过来了 但小小兵这么可爱 IU认为 他们大可不必这么做 不管他们的广告布条 是正的还是反的 IU都会去看的 嘿嘿 说到广告 这里有一个 逆天的宣传标志 很显然 负责设计 这家理发店 橱窗贴纸的设计师 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设计 有可能会吓跑顾客 毕竟 比起说是理发师 在帮顾客吹头 这看起来更像是 一个坏人 正拿着墙 威胁顾客 虽然星巴克 是个很大的公司 但他们也聘请了 很多蠢单 尤其是在拼写 别人的名字的时候 IU甚至都开始怀疑 这些服务员 是不是智商有问题了 比如 有一位名叫Mark 的人 告诉星巴克的服务员 他的名字是Mark 而且 他还特别强调了 自己的名字是 Mark with a C 不过 星巴克的服务员 似乎误解了这句话 所以当Mark 拿到自己的饮料时 他发现 上面写的是 C-A-R-K 嗯 原来 C-A-R-K 读作Mark IU又长知识了呢 为了省钱或省时间 很多人应该都尝试过 自己动手 安装门 或柜子之类的东西吧 不过 如果是蠢单动手 那只会让情况 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蠢单门的节奏吧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位女士 想翻新自己的旧衣柜 于是 她直接在柜门 涂上了白漆 乍一看之下 这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当她打开衣柜时 她发现 所有衣服 嗯 怎么说呢 这大概不是翻新衣柜 而是连同衣服 也一起翻新吧 接着 我们来看看一位 当时年仅14岁的女孩 她是韩国男团 防弹少年团的粉丝 愿意为了自己的偶像 做任何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字面意思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 她正向她的朋友展示 防弹少年团的照片 而当她看到 其中一位成员的 绝美照片时 她表示 这张照片太美了 美得我想把锤子 塞进嘴里 到这里为止 事情还很正常 对吧 毕竟她只是随口一说 并没有真的想要这么做 可是 她的脑残朋友 却告诉她 要言行一致 而她 竟然 也跟着一起犯唇 于是 她真的把锤子 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啊 这难道就是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吗 由于那把锤子 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 她花了十分钟 才成功地把锤子 从她嘴里拿出来 不得不说 有这样的粉丝 防弹少年团本人 听了都想哭吧 至于是被感动哭 还是被蠢哭 哎呦 就不知道了 你做过什么蠢事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